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只精选港股是国售2628 国售3月下旬公布2023年业绩 因为新冠疫情措施 附外保单销售活动 又面对内房债务危机带来资产减值压力 因而率弱增加派息的能力 在这些不利因素之下 市场预计国售整体纯利未止跌 每股派息预料2年跌6.9% 至到每股4号5千6人民币 但随着保单销售活动已经恢复过来 在国售营业收入占比最大的已赚保费 在去年头三季增速是有明显提升 摩通发表报告就指出 随着内地退休保障计划 今年1月优化之后 将为受险企业的新业务价值NBB 带来明显增长动力 国售收入有望在去年起 回复增长之路 甚至带动盈利和每股派息 在2024年重现增长步伐 另外 内房债务危机对内险股产生的冲击 有望准一步舒缓 相信内险股的负债表内相关撥备 可望在今年迎来改善的时机 而在A股见底回升憧憬之下 包括国售在内的受险股 偷步在1月下旬见底回升 国售业务有望在2024年重返正轨 打动盈利 内含价值 每股脏远值 以至每股派息 有望重返增长 劝商级与国售目标价平均大约13.47 比上星期收市价高超过4.1 不妨等候股价回支9.5以下级纳 初步看劝商目标价附近的13元水平 只涉位8.7 利责精选港股是顺丰房托2191 顺丰房托是由顺丰控股 在2021年分拆上市的房地产顺托基金 RIX 成为首个在香港上市 以物流为主的房托 拥有4项物流物业 处于主要物流枢纽 最初是为了支援顺丰控股的成员公司 价物流营运而开发 在已经公布业绩的房托基金之中 顺丰房托是唯一一间增加派息的 股息率达到11.6厘 亦是同业之中最高 3月27日便会随正